民政党的马华的关系 已经得到最高的高潮 这里不是写高潮 高峰 最高的高峰 为什么我讲高潮 民政党全国主席马秀强 在马华民政团结是更强 集会上用华语致词错误摆出 引起全场哄堂 可能是对华语还存有恐惧 马秀强星期二在吉隆坡出席活动后 被记者要求说华语时 反映超趣怪 我又讲错话又讲 请你给他刚才讲 有往人去承担你很努力 那个整个演讲是40分钟 所以我知道是讲错三横 可是我会继续 我承认我的华语有缺点 可是那也是第一次 我准备40分钟 就是用华语来演讲 看来马秀强还是对当天的表现耿耿于怀 但本身是一名二毛子 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华语实属难得 值得赞赏 他承认自己最不满的事 是一批别有用心的网民 哎呦 别气别气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吸取教训 以后做得更好就是了 那么我会继续努力 所以我是说 在晚上你们睡觉的时候 我会继续学我的华语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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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